我觉得少年感最重要的就是无味 然后无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老是觉得一个人自居有文化 这种人永远不会有少年感 但是我看见过很多人 特别帅气 然后也长得特别年轻 但是自从我看见过苏格拉底 说自个儿是个无知的人之后 我就感觉苏格拉底特别有少年感 有很多人认为 有钱才想成功 对不对 这种人都是年轻时候的想法 因为年轻时候认为钱很重要 长大了你才发现 年轻时候的想法一点都没错 然后不是 就是你要 你坚持就是胜利 不管是为了钱为了什么东西 你只要坚持 人生就会达到你最显标的样子 所有人的攒钱 就相当于开灯一样 他只是为了安全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需要人活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 然后他就觉得 我只要把灯打开 黑暗就没了 我只要挣了钱 然后我的矿长就没了 就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 25岁的时候觉得有存款了这件事情 而感觉是被未来所在做打算 可能我肤浅地认为 未来永远不是你打算那个样子 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苍蝇再少也知道 如果你有三根头发 该可以变成变子 两根头发可以中分 一根头发可以从风向 所以说任何的发量都不算少 大老师您聊聊成年人的崩溃呗 我觉得就跟学脏话一样 你也不想学脏话 但是你要先知道什么是脏话 也知道先知道什么叫崩溃 才能知道美好是多么的美好 自己挖坑自己跳 爬不出来自己笑 希望各位每天都能更快的 失败就是失败了 然后呢也不要老想着 然后反正都已经失败了 对不对 你也改变不了失败 因为之前的失败 不代表你以后不能成功 所以说希望各位呢 像马桶盖一样 该放下就放下 因为你不放下 它就会散味 然后我们希望各位呢 失败了都不要想这些 我们下一次一定会成功 感谢观看